旅行是會上癮的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從34 街的住宿出發 步行約10分鐘抵達紐欣航港區客運總站大車 上二樓的SHOW LIGHT BOSS窗口夠票 再上三樓的S310大車 準備前往武德博里名牌折扣購物中心囉 到了記得要先去Weekon Center 索取Settings Park Pro折扣本跟地圖 就可以知道自己想要先逛哪些店囉 Weberry Outlet 靠近紐約市 是美國東岸必防的名牌倡貨中心 也是外國遊客來到紐約旅行的重要景點之一 Case Bay New York 1993 成立於美國紐約 以優雅的格調摩登的設計別製的色彩系列 締造了獨特魅力的品牌風格 詮釋樂觀自己的現代女性精神 實至今日Case Bay 已發展成為全球時尚生活品牌 在我來到紐約旅行前就關注這個品牌很久了 今天終於可以好好逛一下夢寐以求的品牌 No, it's living with no shame Wait no, it's sleeping in on Sundays I guess it's different for each of us and it's okay Well, I just wanna be happy How to get there? Hmm, glad that you asked me I think it's different for everyone Some of us need work, others need fun Some of us need purpose to overcome But try to do what you love when it's set and done 這裡的腹地超級廣大 每一間品牌店面都有專屬獨立的魅力 彷彿有置身在歐洲小鎮的錯覺 這裡從平價品牌到國際精品應有盡用 Outlet的款式雖然都是過季的 但還是有很多好看的款式可以選擇 來到美國的Outlet當然是要先鎖定美國的品牌 Coach, Michael Coase, K-Spit, Calvin Klein 等在美國Outlet買都相當划算 逛Outlet真的會讓我逛到旺季度2 回到曼卡頓才趕快買曼當勞來當晚餐吃 結束今天充實的一天 待在紐約的第10天 灰灰的天空依舊存在 即使天氣不美麗 仍然不減探索紐約的心 今天我們都會待在曼卡頓本島 邊走邊逛到九公里愛好者會著迷的點 還有賣各種款式的類似 現在就一起漫步紐約街頭吧 布賴恩特公園 位於曼卡頓中城第5第6大道和4042街之間 是紐約公共圖書館總管後方的綠地空間 公園設有咖啡廳和其他美食看辦 Wake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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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於1895年的紐約公共圖書館 位於紐約第5大道上 是美國最大的勢力公共圖書館 也是全球五大著名圖書館之一 每年造訪人只超過1700萬 圖書館外有兩座死雕臥臥 分別叫做阿斯特與南盧克斯 一走進亞斯特廳 挑高的白色大理石原動大廳 看起來相當壯觀與氣派 兩旁的巨型主台也令我目不轉心 911之後美國各大景點都設有安全檢查 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大廳也要進行安全檢查 禁止攜帶微信品進入室內 也禁止攜帶食物和飲料入內喔 Wake up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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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ke up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今天午餐吃大披薩 比我的臉還大的披薩 比我的臉還大的披薩 anche Content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大中央總攢位於美國紐約市曼哈頓的中城 地址是纽约市12街89号 就在42街与公园大道路口 于1913年正式启用 为大都会北方铁路的地下化铁路车站 与宾夕法尼亚车站同为大纽约地区的重要交通信任 也是美国最繁忙最著名的铁路车站之间 中央车站大平里梦漫的蓝绿色行空重路 由法国艺术家宝罗于1912年所创作 在30年代后期波罗尔重新晾制 星空独走晾制的天空是相反的 范德·比尔特家族后人解释说 这是从上帝的视角不看星空 所以和人类的视角相反 纽约中央车站还有另一个小秘密 就是这里的列车时刻表永远不会准时 每一班列车都会晚七分钟出发 询问处上的市面中 是车站内最著名的地标 这市面中的旁边都是用猫眼石做的 价值大约为一千万美元到两千万美元之间 中央车站是纽约最具代表性的火车站 也是最美的车站 以气派的外观和中央大批闻名 每年总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探访 来到这里还可以一一寻找 才占在某处的小秘密哦 还有这里也有附设商店 面包店与产品 出国旅行也不忘顺便采购工作会用到的化妆品 还有在亚洲国家买不到的深色粉底这里都有 今天傍晚又跑来时代工厂一趟 主要是要去买明天白老会芝加哥的门票 都来到纽约了绝对不能错过欣赏一场白老会歌舞剧的机会 纽约白老会购票的方式有分成三种 1.网路购票 官网或KKdayKlook先上购票 2.7KTS售票口购票 3.剧院售票口购票 我们就是去芝加哥的剧院售票口购票的 一张门票是69.5美金 这个票价已经算是百老会歌舞剧比较便宜的门票了 原本是想看狮子王莫阿拉丁的歌舞剧 因为非常松开你的歌舞剧都一票闹多 而且价格会提供热门程度和座位位置而约缩不同 只能说狮子王莫阿拉丁的门票非常非常贵 有预算考量只好改去欣赏吉加哥的歌舞剧 好期待明天我人生中的毕业场白老会歌舞剧用 待在纽约的后几天行程舞都安排在曼卡顿的工程 神称只需要靠步行就能回答 从十报广场漫步回到34街 今晚的帝国大厦点缀着红色灯光好美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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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